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博雅教育这个主题 这也是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及意义 今天的主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什么是博雅教育 其次博雅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以及博雅教育它的意义对当今社会以及学生的意义 提到博雅教育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是一个什么专业 学了有什么用 毕业后能找什么工作 其实这些问题正好是相反一面 博雅教育正好是这些问题的反面 它不是专业教育或者是专才教育 它只是对于本科生的基础教育 也是目前全球化过程当中 全球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都公认的一个教育理念 在国内呢 比如北大的圆培书院 清华的新亚书院 复旦的复旦学院 这些都是博雅教育或者是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常识 那么什么是博雅教育呢 博雅教育是从英文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翻译过来的 在中文当中的说法可能还会有比如说通识教育 全人教育 素质教育 指的都是一回事 我们在国内可能听素质教育这个名词听的比较多一些 博雅教育这个理念呢 最早是源于古希腊 博雅图亚利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Liberal Arts Education翻译过来呢 就是自由艺术教育 亚利士多德认为 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和 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为最高的教育目标 它是以七义为基础 七义呢 也就是主要是指的七门学科 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集合音乐天文 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 极其注重博雅教育 除了综合性的大学 美国还有一类专门的特别注重本科教育的 本科的博雅教育的大学 叫做Liberal Arts College 中文翻译过来呢 是文理学院 我个人认为文理学院这个教法可能会给人误解 听上去有点像国内的三本院校一样 其实文理学院才是最正宗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 文和理这两个词呢 是来形容这个科目以及学科范围 其实它包括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在内的所有的科目 另外学院这个词呢 在中国的环境之下总觉得会比大学低了一级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中的排名 其实college 一点学院一点也不比大学差 下面这个表是2014年全美本科教育排名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学 比如说排在第二的斯坦福 第四的普林斯顿 第六的耶鲁 第七的哈佛 还有一批非常有名的文理学院 包括排在第一名的Williams College 第三名的Swarcement College等 这都是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本科学校 因为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 而且学费也特别的昂贵 所以竞争激烈 这类学校也一般特别难进 一般是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选择这些学校 比如大家熟知的希拉里本科就是读的文理学院 博士在耶鲁读的法律 中国以前的宋十三姐妹 宋爱玲宋庆玲宋美玲 她们也都是在美国读的文理学院 威斯利女校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冰心 她也是在威斯利女校读的 说了这么多的博亚教育学校 那么博亚教育它的核心价值有哪些 它仅仅是为了提供广泛的知识面 开阔眼界或者是培养创新能力 还是说培养领导力 提到博亚教育的价值观 以及它的核心理念 哥大模式 哥大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是个很好的代表 哥伦比亚大学的培养理念和目标是 扩展思维 加深理解 打造全人 也就是 enlarged mind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polish the whole man 现在的社会 我们可以叫polish the whole person 所以现在的全人教育 也侧重于 就用whole person这个词 因为现在提倡男女平等 后来在1936年 芝加哥大学的校长 哈钦斯 他借鉴了哥大模式后 发表了高等教育 在美国一书 将博亚教育 也就是通识教育 博亚跟通识 其实是一个意义的 在芝加哥大学发展到 它的整个 覆盖到整个本科四年 关于博亚教育 目前来说 最经典的论著 可能要属 哈佛大学的一本 红皮书叫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它是在1945年出版的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在这里 General Education 这个概念被提出来 来取代 Liberal Arts Education 这个概念 其实这两者 在教育界都是互用的 当时为什么说提出 用General Education这个词呢 因为强调的是 现在的社会 是一个自由社会 民主社会 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因为博亚教育 当初在古希腊 提出来的时候 是针对奴隶社会的自由人 也就是上层社会人士 而现在的社会教育 是对所有人 所有阶层的 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 因此哈佛在当时 用General Education 来通识教育 来替代了 博亚教育这个词 在哈佛的这本红皮书当中 强调了有四点核心价值 就包括 通时教育 博亚教育 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 主要侧重于 一是有效的思考 二是有效的沟通能力 三是做出适当的 判断的能力 四是判断价值的能力 在国内的大学 最早开始推广 博亚教育的是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建立了原培书院 就是为了提高 本科生的综合能力 以及跨学科能力 所设置的 随后呢 在2000年以后 清华和复旦 同时开始探索 博亚教育 也就是同时教育 分别设立了新亚书院 和复旦学院 这些其中包括 本科生的住宿制度 以及通选课制度 再后来呢 国内很多其他的 重点大学也开始 设立通时教育 比如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但是这些大学 他们依据的博亚教育 或者通时教育的范本呢 都是1945年 哈佛大学出版的 这一本 博亚教育的经典教程 关于开展博亚教育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跨学科的学习 广博的基础知识 以及对思维的训练 在哈佛红皮书当中提到 课程设置主要涵盖四大类 包括人文 人文学科 艺术学科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这个分类呢 有别于 我们中国经常提到的 文科和理科 文科理科其实是一个国产概念 是在 是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后 留下的一个 一个弊端或者是 当时中国 学习苏联是因为 新中国成立 进行经济建设 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 于是呢 机械地把学科分为文科理科 然后呢 同时按照专业名类建立大学 于是呢 中国就成立了一批的专业性的大学 比如说 医科大学 师范大学 工业大学 理工大学 科技大学 地质大学 这些都是为了中国各个行业来培养 专门人才 结果在这样 1952年的这个高等教育改革之下呢 当时中国一批著名的 博亚教育模式的大学 被拆分重组 比如当时的燕京大学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南京的近邻大学 山东的七路大学等等 这一些都被拆分重组 于是一直到现在 大家谈到大学 还是先问你学生们专业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生硬的 这个生硬的分类 破坏了学科之间的联系 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 因为大学是培养一个有素质的 受过教育的公民 而不是教一门专门的技术的 职业技术学院 比如说蓝箱技校 学科挖掘机啥的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 回到我们刚才的说的学科分类上 其实这四大类呢 每一类下面还有许多的学科 就像社会科学之下 有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 经济学 法律等等 在人文下面 humanity 这个学科下面 有宗教 文化 文学 语言学 等等 其实人文 它指的是一切与人有关的 学科和知识 所以要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这些学科 这些学科的综合知识体系 是不能割裂的 博雅教育 它的核心理念 在哈佛的这门红皮书当中 体现的比较完整 也比较有体系 其实呢 这也是历史历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他们的知识的结晶 从历史上来看 整个教育的 它的核心理念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说 波拉图在理想国当中提到了 The cultivation of a responsible wise and virtuous citizen is the ultimate goal and mission of education 就是说 教育的最终的目的呢 它就在于培养一个有社会责任感 一个明智的 有着良好的品德的一个市民 另外呢 历史上 比如说伊拉斯莫 中世纪的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 他曾经提到了一个 受过教育的一个王子的 他的品质和品格 包括哪些 他的noble character 包括wisdom essential justice forsight concern for the public well-being 就是说 一个人受过教育的 他的良好的品质或者品格 应该包括首先要有智慧 其次呢 比如说有正义感 有远见 同时呢 对公众的利益 对这些 对这些关心 再往后呢 马丁路德 这里说的马丁路德是德国的那个 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宗教改革加马丁路德 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黑人马丁路德 他曾经提到了教育的本质 他说教育是为了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ivil order and the proper regulation of household and cultivating well-trained men and women 就是说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共秩序 文明秩序 同时也是为了一个 为了维持家庭的一个秩序 通过培养 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英国的基督教的圣工会牛津移动领袖 同时也是著名的红衣主教 Henry Newman 他提到了教育的大学的目的 他说道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outlook creative mind well thinking and social and civic interaction capacity 就是说教育 整个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世界观 他的创造性思维 他的思考能力 以及对于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 与大家进行交互共同 共同协作的能力 前面说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的 那当代的学者 就是现在在世的一些教育研究专家 学者他们的共识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提到教育的目的 美国威斯康星 麦迪逊大学的教授 Henry Brickhouse 杜克大学的教授 Helen Led 斯坦福大学的Suzana Leib 以及英国华为大学的教授Adam Swift 他们都提到了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人的六方面的能力 首先是经济独立 然后呢 有独立的人格 有着社会民主能力 同时呢 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平等待人的能力 最后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能力 说了这么多 博雅教育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当今社会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博雅教育它的培养人的这种 宗旨和目标 跟我们目前的 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挂钩 比如说我们目前所 国内所追求的大学的排名 讲的985 211 以及现在双一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否我们太注重科研 而失去了本科教育的 本科的教育的实质 比如说人的素质的培养 另外比如说就业问题 专业选择 大家的价值取向 比如说学生在选择 进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都是以经济利益的回报 作为一个主要目标 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 以及个人的兴趣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另外 比如说社会道德的滑坡 就拿当前最火热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疫苗问题来说 这个也可以跟教育挂钩的 就是首先是制度的不完善 监督不利 同时也因为民主意识不够强 另外是个人的道德素质 就是说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 已经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跨越了这个底线去追求利益 另外当今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现在大学在培养一批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到了研究生期间 硕士博士期间 你会有更加宽广的视野 以及更好的基础来继续做研究 同时通过博亚教育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特别是美国大学 他们的申请时候的要求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看学生的 有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有没有做过志愿者 为社会做过什么贡献 参加过什么特殊项目 看你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你从小是有怎样的兴趣爱好 然后在参加哪些活动当中 这个爱好兴趣得到了发展 同时又通过这些 参加一些活动 做出了对他人有益的事情 而不是特别看重考试成绩 所以每个大学在申请的时候 他也都会首先是有材料的审核 他看你这个人是怎样介绍自己 就是说我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 以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了我的兴趣发展 而不是单单的看你的成绩 是不是达到一定的 就比如在中国 中国的大学录取完全是根据成绩来的 他对于人的背后的情况完全没有了解 同时有些学校还会有面试 他会了解这个学生 他的真实的想法跟他的目的 看看他的想法 他的将来的兴趣发展方向 是不是跟这个学校的培养模式所弥合 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 这也是他们综合考虑的一些因素 今天的关于波亚教育的 它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是问题和答疑环节 大家对波亚教育这个主题 以及整个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 以及当今社会这些大学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疑问 都可以提出问题 我来解答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提问 首先第一个问题 问的是关于就是说 波亚教育的核心价值是 对于非富及贵阶层的孩子们 然后对于一般阶层的人 首先要学一门技能生存 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 就是说在美国本科教育当中的 波亚教育理念 它是贯穿在本科教育的 整个四年 但是呢 它的意图在说 在前两年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以及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他的创新能力 思维能力 有了这些之后呢 在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 可以进入专业课的学习 同时呢 我所提到的文理学院 比如美国的这些著名的 这些文理学院 他们也不是没有专业 而是说 他们的培养方式 更加注重人的 基本素质的培养 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 我所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所需要的基本的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 道德素质 以及我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他们里面 也是有各个学科的分类 但是呢 不是特别注重这些 专门技术的培养 博雅教育 它的主要理念在于 就是说 这个基础教育是 给你提供了 进行深造的一个基础 就比如说 在北美这边 跟国内不一样 就是说 在国内 我可以本科就读医学 这个问题是说 博雅教育非常不错 如果孩子读了这里 学校会不会就业很困难 毕竟没有一技之长 关于这个呢 美国去年 一位作家 写过一本书 也是一个教育家 他提到的是说 我们所认为的 这个没用的 这个博雅教育 它在社会上 有什么作用 他提到了 培养学生的这种 创造力 批判性思维 他提到了 博雅教育出来的学生 在社会各个阶层 以及各个行业 都是广受欢迎的 因为他们的思维跟角度不一样 他们不是仅仅用一门技术去解决问题 而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解决问题 打个比方 而且博雅教育 培养的是人的终身学习的能力 或者不断自我提升的能力 其中有一个例子 他讲到了 就是说有一个杂志 想要招聘一位摄影师 他专门提出 要Liberal Arts College毕业的学生 但是Liberal Arts College 可能没有摄影这个专业 因为这是一门专门的技术 他为什么需要 Liberal Arts College毕业的学生 因为他觉得 摄影这个技术 按一下镜头取景 或者是视角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学会的一门技术 我去对着拍 但是背后的头脑和眼睛 我通过的镜头 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他的头脑当中没有东西 他看不见独特的东西 他是拍不出好的照片 即便他有非常好的技能 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 想进大学做教师 在加拿大需要怎样做规划 这个我觉得 跟在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 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学教师 可以有各个专业的教师 那么一个人想走到最后 做大学教师的话 你肯定要读完博士 或者做博后这些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你个人兴趣的探索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或者是 是你自己特别有兴趣的一个方向 你才能够坚持一直读到博士 否则的话 学习的历程还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 另外关于大学老师这个职业 如果一个人是在高中 或者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有很 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方向 就比如说 我是不是真的是对科研感兴趣 因为现在的大学都是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 就是说 一个大学老师 他做的不仅仅是教学 他是在科研前端的一个人 他是不断的研究发表成果 然后把这些成果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 将这一些分享给学生 然后培训学生 把学生再培养成一位一个研究者 或者是各个专业行业的人才 那么首先自己要有特别强的求知欲望 以及研究兴趣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 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不要教育很好 但是具体实时不是很清晰 有什么具体建议如何培养孩子 因为我的研究方向 以及专业是高等教育 也就是说高中以后的教育 所以对培养孩子 我也没有特别专业的建议 但是提到的博雅教育 它是一个大学教育的概念 也就是说进入大学之后 才有这么一个教育理念 这个问题怎么实施呢 其实这个问题以及它的职责属于大学校长的责任 在各个大学里怎么实施 就目前来说的话 比如学校实施通选课 要求学生在除了你的专业之外 还有一个minor就是辅修专业 除了辅修专业之外 你还有一定学分的通选课 涉及到各个学科 同时呢 博雅教育还提倡书院制度 也就是说本科生要分各个书院住在一起 这样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以及小班授课 导师带学生这种模式 这个在下一期 现在是测试 各位群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船长教育群的群主船长 由船长教育群和爱地乔国际公司联合举办的 每家名校申请主题乐的活动 第二讲现在正在开始 昨天呢 乐平博士和大家分享了博雅教育的方文面面 引起了广大家长们的极大的兴趣 那么今天晚上第二讲呢 乐平博士将继续就博雅教育 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现在有请乐平博士 谢谢船长 谢谢艾利布瑞 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乐平 很高兴跟大家继续分享博雅教育这个主题 今天是博雅教育的第二讲 我们回顾博雅教育的起源 以及发展历程 今天的讲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博雅教育的起源 博雅教育是怎么开始的 二是博雅教育在欧洲的发展 三是后来博雅教育到了北美这边是怎么发展的 在昨天的讲座当中 我们提到了博雅教育源于古希腊 是指柏雅图亚历士多德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思想 亚历士多德认为 自由教育也就是博雅教育 也就是我们说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 大家也称为Liberal Education 自由教育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 得性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 当时自由 为什么叫自由教育呢 因为他提出这个概念是针对自由人 就是说当时的社会背景是 古希腊的社会是个奴隶制度的社会 所以当时的生产劳动都是有奴隶提供的 那么当时社会上有上层社会的人士是成为自由民 他们不是做奴隶的 所以自由民的教育 他不需要专门的技术职业训练 所以他们主要是专注于参与公共事务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他们成为由美德 知识渊博能言善变的好公民 其学习的科目主要有三门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三意 包括语法修辞逻辑 这个主要帮助自由民进行公开辩论 法庭辩护 以及担任陪审员等这些社会上的公民 所以亚历士多德将教育分为自由的教育和偏狭的教育 偏狭就是指偏于某一个方面的职业技术教育 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 雄辩家 思想家 希塞罗 他也是个教育家 他认为教育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 也应该培养独立的人格 于是这一时期 自由教育又增加了四门学科 分别是音乐 算术 几何和天文学 增加这四个学科 所以形成了自由契义 就是这个契门学科 关于天文学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理解 指的是研究观察星空 这种关于天文 其实当时的天文学 不单单是单纯的观察星空 而是探讨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 这四门学科 加上前面的三门 共同构成了七亿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七亿教育 体现了学识 在人的精神心灵上的联系 是学习其他专门技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在这里也提出了教育 不单单是学一门重要的技术 而是说一个完整的教育 应该包含了解决人 与他周围的一切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人放在中间的话 其实教育是要解决 人跟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人跟人 人跟我 人跟物跟天 也就是说 人跟人就是跟自己 教育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 然后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社会关系 两样就是物跟天 物就是自然界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一般就是针对物 就是说人来了解外在的世界 那么还有一样就是很多的界尾当中都没有提到 或者说比较少重视的一个就是跟天 这里的天是指我们可以理解为超自然 超出人的这个自然界 是指人的心灵精神层次的东西 就是说不论是你在哪个国家 或者是你是何种信仰 人不可避免的 或者是不可回避的 都要思考人与这个超自然 或者说造物主之间的关系 这应该是教育学要处理的 四个维度的关系 所以在现在的教育当中 一提到教育 大家想到的是学习一门知识 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只关注了应该是一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人跟这个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那么人跟自我之间的一个关系 以及人与他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 社会上的规则 民主意识 以及人与上天 我们每个人心灵都有一个信仰 或者是说人跟这个超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教育应该帮助人去认识和探索的一个维度 我们都知道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腾宁说过 他说这世界唯有两样东西 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 一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然后接下来在古罗马灭亡之后 欧洲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中世纪 延续了大概一千年左右的时间 直到十四十五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后 这场阶级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 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 这个文艺复兴呢指的是 就是说 以借复兴古希腊 罗马他们文化的名义之下 来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 摆脱原来这些权威的压抑 鼓励人民去追求认识 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在十五世纪前夕呢 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 威杰里乌斯根据古典文献 撰写了论绅士风度与伯雅教育 他提到了就是说 在符合自由民价值的教育 使教育者的心灵 身心获得良好发展 所以他所提倡的就是 博雅教育 而且这种教育呢 是通过教授人文学科 或者是自由学科来实现 他说 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 有价值的学科为自由学科 通过这些学科能使人 获得美德和智慧 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功行者 博雅教育的唤起 训练和发展 发展那些 寓藏于人心中的一些 最高的才能 这才应该是 使人变得高贵的 一个正确的教育 到此呢 直到16世纪 整个西方教育 重新回到了通史教育 也就是巴雅教育的轨道当中 当时在其中 近一代的大学 我们可以说是从13世纪 在巴黎大学 意大利的波罗尼亚 以及稍晚一些的 牛津院 剑桥 海德堡 这些大学呢 标志着近代大学的建立 他们一直保持着 自由契义 作为他们教育的基础 就是说学生在 修完这些基础科目之后呢 才可以进入 法学院 医学院 神学院等 继续进行神造学习 自由教育呢 扮演着大学 专业学习的预课 或者类似于 今天公共课的角色 所以呢 博雅教育在西方历史上 基本是指以古典器义 为核心的教育 那么这些科目呢 与其他的专业技能不同 它一直被视为是贯穿知识 培养心灵 培养博雅 造就高贵气质和精神的 一个必要手段 也是继续深造的一个基础 其中博雅教育 在他的培养当中 有一个专门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点 就是书院制度 书院制度呢 在英国的牛津建桥大学 比较是比较明显的 这种书院制度 他们是让不同学院 不同年级的学生 住在一起 创造一种良好的 课外生活环境 同时便与学生进行交流 对话娱乐 实现全人格的教育 这一理念也得到了 许多教育家的赞许 他们的要求就是说 全院的师生必须住校 一起进行各项课程与课外活动 同时呢 每个书院里面 每个学生都会分配有导师 这些导师呢 扮演着帮助学生 同时给学生进行生活 和学习指导的一个角色 这种独立的书院制度呢 有很多的书院 其实是行政以及管理 都是各自运行的 所以说 从它的招生以及教学 独立的财政来源 书院它有自己的宿舍 有自己的膳食设施 也就是食堂 有图书馆 有自己的运动队伍 学生组织 以及学生会 学友会这一些 所以每一个书院 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特色 以及 所以学生呢 对自己的书院 是特别有归属感和荣誉感的 比如说 很多学生说 我毕业于牛津大学 但是他们会特别强调 自己毕业于哪个学院 这里的这个学院 并不是说 它所学习的这个专业 而是说它归属的一个住宿制的一个学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些场景 是由老师和学生 共同在一个书院里面 由现在这种独立书院 比较明显的大学呢 有英国的牛津剑桥 还有多伦大学 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台湾的福人大学 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 以及美国的其他很大多数的大学 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多伦多大学的学生的 本科学生的培养模式呢 有点接近于牛津和剑桥的制度 多伦多大学拥有12个独立的书院 其中12个书院 其中7个是独立的书院 讲到这里呢 我们焦点可以转移到北美这边了 随着1636年 哈佛大学建立成为北美这边第一所高等教育院校 高等教育在北美这边开始发展起来了 北美这边 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呢 有几个重要的节点 我们可以认为里程碑式的一个时期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报告 这包括1828年的耶鲁报告 1936年的芝加哥校长写的高等教育在美国 以及有四五年的哈佛的红皮书 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这三个里程碑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当时耶鲁报告提出的一个社会背景呢 是在19世纪初 美国全国上下的提出 大学的课程设置 应该注重实用学科 美国东部的许多老牌的高校 也分别开始防校 开始设立一些实用学科 所以当时耶鲁大学1828年的报告指出 就是说大学的目标应该是 为优良的教育奠定基础 完整的教育和基础 必须是广博深入坚实的 而且能从思想文化当中 获得最重要的两点 一是思维的训练 二是知识的教养 也就是说增加心智的力量 和知识的储备 在知识的储备于 对人的思维训练之间 他认为思维的训练是更为重要的 所以他的报告特别强调 耶鲁大学教育的目的 并不是传授 某一特定的职业技能 而是传授所有职业 都需要的一种基础课程 各学科之间总会相互照应 本科教育的最主要的目标 是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 使学生具备一个开放和全面的视野 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 这一报告也成为美国19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文献 当时耶鲁报告也是对传统的这种科目 为这个进行辩护 特别是希腊文、拉丁文 当时很多人认为希腊文、拉丁文 是在欧洲那边一个传统的教育 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但是耶鲁大学强调这一些是 对人的一个基础教育以及思维的训练 反对大学过早的专业化 过度的专业化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形态 就是说本科教育的一种理想形态 他们强调大学的教育是准备教育 是为未来的职业或者深造势做准备的 然后在19世纪末的时候 美国有两所大学的建立 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 其中一所是1876年建立的 约翰·霍普基斯大学 另一所是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 这两所大学大家都知道 是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学 这两所大学与传统的 我们说的长青藤盟校这些 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是这两所学校的组织理念 研究理念 教学理念都是模仿 当时柏林的红堡大学模式建立的 就是说是研究型的大学 注重扩展知识 研究生教育 以及鼓励研究风气的新式的研究型大学 因为在此之前 美国的这些传统老校 比如说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 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他们依然是按照 牛津剑桥这种传统的大学模式建立的 对研究不是特别的注重 当时德国的研究型的 新型的研究型大学 红堡大学的建立 对世界的大学的改革 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 所以当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 创办于1876年 是仿照现代大学的 现代大学制度 我们可以叫 柏林红堡大学为代表的 德国大学模式 建立的第一所的 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 它是以医学 公共卫生 空间 科技 信息技术 这些等举实文明的 以这些领域而举实文明 而且近些年来 它一直是美国的 其中约翰霍布金斯 也拥有美国最强的医学院 芝加哥大学 也是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之下 建立起来的 芝加哥大学 以开放的精神 兼收兼容病包的这种 这种特点 它包括了 其中它就容纳了 红堡的这种 研究型大学 以及我们上期提到的 红衣主教纽曼提出的 大学理念 将这种综合起来 然后在美国建立了一种 独特而卓越的一种组织理念 研究理念和教学理念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 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当中 脱颖而出 芝加哥大学也可以说是 一所具有美式特点的大学 在接下来到1929年的时候 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 他觉得美国当时的高等教育 已经进入了 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充满了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 专业主义 以这种实用科学技术 或者是市场的导向 为他的目标 所以哈钦斯在学习借鉴 各大模式 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模式的基础上 把通识教育 也就是我们说的 博雅教育 扩大的芝加哥大学 整个本科四年 它有一套 但是它并不是说是没有专业 而是说 它有一套 整个本科生 所学习的一个 公共科目的体系 在于培养 本科生的整体素质 但是每个学生会有 他自己的侧重的专业 1936年 哈钦斯发表了 高等教育在美国 提出了大学 应该为不同科系 不同专业的同学 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 让他们接受一种 共同的教育 当时在哈钦斯的指导下 芝加哥大学通过 以西方经典阅读为核心 然后建立了 本科生的培养方案 芝加哥大学也由此建立了 通时 强化了通时教育的 本科教育体制 当时哈钦斯学习的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种通时教育的经验 哥大当时的通时教育 经验的特点是什么 因为哥大当时的培养目标 也就是说整个学校的 培养人才的目标 是说扩展思维 加深理解 打造全人 这也是美国很出名的 哥大模式 哥伦比亚大学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建立了系统的西方文明核心课程 以及人文经典核心课程 这构成了同时教育课程的典范 同时呢 它的教学方法呢 还有小班化的教学 师生之间的 充分的研讨交流 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注重基本的能力 而非知识的这种灌输 学生到要到第三年才开始选择专业 进入专业学院进行学习 这就是哥大模式 再接下来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是 哈佛大学1945年出版的 哈佛红皮书 也就是翻译过来 就是说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提出呢 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是一种心灵的寻陶或者陶冶 其中提到几个要点 包括有效的思考 有效的沟通能力 适当的判断能力 以及价值判别的能力 总结起来呢 也就是说 沟通是一个基础 思考是核心 就是说教育的主要目标是 对人的思考及思维的训练 价值判断呢 涉及到广泛的应用 这个要涉及到 就是说 你如何将我所学的 用于实践 用于社会 培养社会的好公民 这个报告 同时也指出 高等教育不仅是让学生 获得知识 获得信息 而是说通过同时教育呢 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 报告当中指出呢 就是说 高等教育不仅是让同 让学生获得基本的知识 特殊 包括特殊的技能和才干 而是说 通过这种通时教育呢 为整个社会成员提供 共同的知识体系 就是说 如果没有大家一个 共同的认知的话 共同的基础 美国的社会也就 也就没法建立 就是说 整个社会就分崩离析了 讲到这里呢 波尔教育的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 我们也从欧洲到北美 我们整个回顾了一遍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也了解到了 就是高等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指的大学教育 它的起源发展 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国家 以及不同教育家 对教育的理念和思考 我们也了解到了 就是说 从近代的这种大学 以及到现代的研究型的大学 以及波尔教育在美国 是如何发扬光大的 同时它又综合了 德国的这种研发模式 研究教学和研究病种 同时呢 在美国来说 本科期间是非常重视 这种通识教育的 我想了解了这一些呢 对我们学生选择学校啊 家长帮助学生考虑升学 也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知道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大学是怎么产生的 它在整个世界上 起源于古希腊的 以及到了中世纪以后 在欧洲 然后17世纪到了北美这边 随着北美的传统大学建立 以及现在受德国的影响 研究型大学的建立 我们知道大学发展到今天 它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而且我们也明白了大学的培养目标 所以我们在自己选择学校 或者是帮助孩子 或者是在考虑的大学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清晰的脉路 今天关于波亚教育 它的起源和发展 以及整个大学体系 在全球的发展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问题和问答环节 大家可以自由提问 在提问环节 大家可以 每家顶级学校申请直播 然后再输入问题 这样后台筛选之后 从统一发到群里面 我看到之后可以来 为大家解答 现在是测试 谢谢大家 各位群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船长教育群的群主船长 申请名校申请主题乐活动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这次每一家名校申请主题乐活动 是由船长教育群和爱迪乔国际公司 联合举办的 在我们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讲座中 一共有六个老师来给我们做分享 那么乐平博士呢 今天是给大家做第三架 今天的主题呢 依然是伯雅教育 今天探讨的是伯雅教育 和申请名校的关系 下面我们有请乐平博士 大家好 我是乐平 谢谢船长邀请 也谢谢艾迪Bridge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伯雅教育这个主题 今天是伯雅教育的第三架 我们讲的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伯雅教育 那么以及我们对申请学校的一些思考 今天的讲座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首先从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开始讲起 然后讲到当今21世纪中国的大学教育 然后我们扩展到中国的香港台湾这些地区 最后呢 我们会聊到其他国家 或者是文化背景下博雅教育的发展 在前两期当中 我们透过伯雅教育 它的内涵意义 我们了解到了 对教育的理想和目标 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我们认识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它不单单是简单的应对考试 也不单单是学一门知识 我们也了解到了伯雅教育 是这样一个以全人发展 为教育理念的一个教育模式 那么它在当今 这么以科技和技术为主导 尤其是最近我们都在谈论这个AI和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这样一个时代它的现实意义 同时我们还谈到了伯雅教育的起源 它是来自于古希腊 在欧洲的近代大学得到了发展 而且在美国被发扬光大 而成为现在大学的楷模 对于大学的起源发展 我们回顾了一遍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主要的大学的模式 以及到现在各个国家 它的大学的发展方式 但是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也许会问伯雅教育 它是不是一个西方的东西 说它的教育理念一具价值观 因为是从欧洲到北美 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整个白人社会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一家人 那么对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 或者是来自 比如说来自亚洲的 其他种族的人 那么伯雅教育 它是不是也同样适合 或者是说伯雅教育 在其他地方是如何发展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伯雅教育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历程 以及在全球化过程当中 它的本地化 以及本地的适应性 其实谈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或者结合呢 这个可以回 我们可以转回到20世纪初的中国 当时中国有一批 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 当时中国有一批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 比如大家二叔能详的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 契鲁大学 金陵大学等等 这些学校呢 都是按照美国的伯雅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在中国出现了近代高等教育和近代大学的萌芽 那时候是首先由传教士在中国开始建立 建立现代大学 以及洋务运动之后 清政府以及一些有时之士开始办新式的学校 这里的新式学校指的就是说不是以科举为目标的 而是说教授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这种 跟西方的学校的科目一致的这种新式的科学 一直到后来1907年费科举 1911年清朝灭亡 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一段历史 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 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时期 在民国短短的38年时间 从1911年到1949年 中国数百所大学建立起来 根据这些大学所建立的 他们背后的资金支持 以及他们所建立的 建立有哪些有政府啊 或者是其他个人所建立 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四类 比如第一类是国立的 我们可以想到 大家比较熟悉的京师大学堂 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生1898年建立的 以及其他还有各省里面有 有省的省力的大学 比如说我们说的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等 另外省里面还有各个私立的 各个公立的一些专业学校 还有一类呢 是再往后出了这里 两类公立的还有私立的 那私立的也分两类 一类是有国内的人士 中国的一些学者进步人士建立的 比如说福人大学 震旦大学 马相伯建立的 福人大学是由英联制建立的 最后一类私立的大学呢 是由国外的传教士来中国帮助建立的 这一类大学呢 在中国比较有名的 有13所教会大学 这13所教会大学 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有燕京大学 七路大学 东吴大学 圣约翰大学 浙江大学 华西协和大学 华中大学 金陵大学 还有福建协和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湖江大学 岭南大学 这13所学校呢 都是完全按照美国的 博亚教育模式建立的 他们的师资呢 当时的传教士 也是从美国的文理学院 博亚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 这些学校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 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起点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回顾到 比如说从哈佛大学1630年建立 到19世纪末 就是说高等教育在北美 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时间 然而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化 我们可以说是近代大学 中国以前的经验哲学呢 都是为了准备科举制度 比如四书五经 跟现代科学 以及现代大学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 是从19世纪末开始 但是当时的起点非常 为什么非常高呢 因为是完全按照美国当时的模式 以及按照他们的水平所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一批教会大学 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当中 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 另外又提到关于传教士的评价 中国人最权威的定义 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西方的一个 关于对传教士的评价 中国人很多权威的中国所谓的权威的认识 是认为他们是文化侵略 但是从建立的民国时期 这些著名的大学 以及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 我们可以认识到 传教士在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当中 所起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是因为这样的教会大学的出现 使中国的高等教育 与西方的高等教育 差距以下缩短了几百年 所以当时在中国最好的这一批教会大学 它水平跟同时代的欧美大学 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的 而且在后来的中国的1952年 大学改革之后 很多的学校的科系 也都是有这些教会大学 从这些教会大学拆分出来 合并进来的 而且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49年之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跟西方是互通的 跟他们是一个体系的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当时 不论是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 还是其他的大学毕业的 你可以直接申请国外的硕士博士项目 是不需要另外一个体系来认证的 就是说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学位 在国外完全得到认可的 不论申请北美的 来哈佛大学 耶路大学 还是去伦敦大学 都是被广泛认可的 因为中国的大学当时 在国外来看 是跟他们是处于同一个类型 以及同一个体系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只要有过出国留学申请经验了 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内的学位 不论是本科硕士博士 在国外都是不被承认的 如果拿了国内的本科 想要申请国外的硕士博士项目 那么必须通过叫WES认证 叫World Education Service 这个机构是在北美的 我现在有同学在加拿大这边的WES工作 就说他们要通过这种机构的重新审核之后 才确定你的学分成绩 然后转化成在北美体系之下 是怎样的一个学分 这也说明了 就是说中国后来的高等教育的质量 以及体系没有被得到认可 这批教会大学当中成立最早的 是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是在1879年建立的 当时称为圣约翰书院 后来圣约翰大学成为当时上海 乃至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他到1952年结束 总共73年的办学历程当中 圣约翰大学享有东方哈佛的美誉 而且培养出了很多 在近代大家所了解的一些著名的人物 比如说顾武一军宋子文 还有林语堂 周涛芬 荣毅人 贝利明 张爱玲 周有光等 这一批名声显赫的校友 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那么现在 在1952年被拆分之后 他的很多科系都并到了上海 成为上海一些著名大学的重要科系 圣约翰大学的校址呢 如果大家有去上海的话可以参观 就是说现在华东正法大学的位于中山公园后面的一个校区 而且当时的建筑物都保存的非常完好 圣约翰大学呢 是首个将西方的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 他们除了特别重视英语教学之外呢 也十分强调礼仪宗教体育以及课外活动 在大学一年级或者是二年级的时候是上基础科目 到后来才出现有专业课 而且他的许多毕业生都赴欧美的名校继续深造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呢 是light and truth 是光与真理 而且他后面又加上了孔子的一句话说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代 表现了就是说 他的整个学校的理念就是西方跟中国的结合 在这批教会大学当中 他们的课程也沿袭了博雅传统 同时呢 在课程设施当中 而且也加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经典 比如说四书五经 中国的文学以及中国哲学等等 其实谈到这个博雅教育的核心 以及它的本质呢 它是一个全人教育 那么这个东西跟中国的古代的教育理念 其实是完全吻合的 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西方的东西 正是因为跟东方的吻合 所以呢 在这些教育大学当中呢 他们将中西方的文化给结合起来 当时培育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毕业生 那么谈到中国的中国文化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六亿 礼乐舍遇书数 也就是说千千君子习六亿 就指的是中国古代君子所要学的六门必修课 那么这跟国外的七亿 其实是遥相呼应的 六亿呢 包括五礼六月 五舍五欲六书九书 谈到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想到就是说中国的儒家文化 以及中国的古代文化当中 都有这种全人教育的理念 或者是这种思考 那么想到这里 我们就会觉得 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 以及通史教育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西方的东西 我们学习这个呢 也并不是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是我们要思考怎样将中国的古典传统 以及中国的教育理念结合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中国化的博雅教育模式 这是目前中国大学所应该思考的一个课题 除了圣约翰大学重视中国的传统之外呢 我们所熟知的燕京大学 它的中文系以及中国经典文化的教育 也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它的本地化特征 还表现在燕京大学的建筑风格上 北京大学现在燕源 也就是燕京大学当时的所在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建筑风格 是完全按照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建立起来的 当时因为有人提议说 考虑到燕京大学的建立 应该建什么样的建筑的时候 当时的校长坚决认为应该建一所中国式的大学 而且燕京大学的校训是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当时燕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 也是燕京大学的校长中在位最长的司徒雷登 他也是一位传教师 是在中国出生 后来回美国接受教育的 也是一位教育家 他的教育理念就是致力于培养燕京大学的学生 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才 而且其他司徒雷登呢 大家也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就是说 这并不是我们在以前的中国的课本当中所学的 在别的司徒雷登当中所了解的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那么的形象 而是说 他确实是一位致力于中国教育的一个教育家和学者 而且如果我们拿对白秋恩的评价放到他身上来说 一点也不过分 就是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做出的这样的贡献 所以当历史过去之后 大家再回顾 再以更加客观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 看待这些人物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多的思考 当时中国民营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还表现在女子教育的发展上 也就是说在民营国之前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 女子是没有在正式的教育体制之内的 从民营国的大学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了女子教育 而且男女和校 不论是燕京大学是约翰大学 都是男女生同时招收的 而且还有两所特别著名的女子大学 一个是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另外一所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位于福州的 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批 接触的女的女生 科学家 然后作家 比如说女建筑师 林徽英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吴一芳等等 吴一芳是金陵女子学院的 1915年建校的时候第一批学生 她在金陵女子学院毕业之后 到美国密歇根大学 读完化学博士 后来回国1928年担任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育家 曾经在1945年联合国之前大会上代表中国签字 作为唯一的一名中国女性 当谈到民国时期的这些教会大学 以及民国时期这些著名的大学的 培养的各界的人才的时候 我们也不由地感叹 就是说 当时民国的这一批人 他们所培养出来的 他们的气节 他们的生活能力 以及他们的品性 以及他们的终生学习能力 都是为我们所感慨感叹的 如果诸位也有曾经接触或认识过 现在还在世的90多岁的这些民营国的教会大学 或者民营国的这些著名大学毕业生的话 我们也都会深深地被这批老人所感动 他们的学习能力 以及他们的生活能力 的确是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是郑念 他是当时燕京大学毕业 后来去伦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的硕士 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作品 是上海生死节 Life and Death in上海 也是他的一个自传型作品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人的他的气质 气节 以及他的个人的生活能力 就是在监狱当中受迫害的时候 他怎样的给自己 医治调节身体 以及他的坚韧的品性 还有他的学习能力 他的这本书当中寄出了 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的迫害 以及后来到1980年 后来出国 后来 他60多岁 来到北美之后 很快适应了北美的新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的驾车 驾驶 然后超市的购物 以及银行的自动提款等等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 就像落日渐渐西沉 但是仍然感觉到 就是说他一个充沛的精力 乐观的精神 以及不断学习的能力 而且年近百岁的年纪 依然保持着优雅美丽 有人说这是一个贵族精神 但是在现在社会 我们也不谈贵族与贵族与平民 就是说每个人所应当具有的素质 或者是品质 一些美好的 为大家所认可的这些都当是 我们在博雅教育 或者是在培养下一代的人才的时候 应当具有的一些品质 基于博雅教育的培养模式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造就了一批各行各业的大市集的人物 当时虽然是一个动乱的社会 38年的时间 但是学术大师层出不穷 各行各业都有 大家所熟悉的 比如说胡适 刘文典 钱穆金月林 傅斯年 马延出 李思光 周作人等等 而且当时的提到一个著名的学校 西南联大 也是后人所认为一个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 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北大 清华 南开 他们三校合并 南移到为了躲避抗日战争 日军 清华这段时期 然后到云南的昆明办校 其他的一些大学 也都是在培养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 因为他们的这种特殊的培养模式 从一些作品当中我们了解到的 比如说国立武汉大学 他的培养模式 如果你读过台湾大学教授 齐邦元写的《据留和》里面 关于武汉 齐教授在回顾他的求学历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读到当时武汉大学的课程设置 教授的聘用 以及他的具体的学生的培养模式等等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人的整体素质的发展 以及整个价值理念 服务社会 为国为民无问东西 就像我们在最近的一个电影当中 所看到的一样 大家的这种奉献精神 是现在的教育当中 所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以及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 除了这种专门的科目技术之外 人的全面整体发展 整个人的价值追求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 每个人都要追求成为英雄人物 但是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 做自己的事 有着高尚的道德和素质 整个人生的价值就会实现 这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在1949年之后 中国当时开始规划 进行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 全国范围政治大学的院系 进行充足改革 当时在1952年完成了院系 所有大学的院系调整 当时是按照苏联的模式 按照专业和学科来建立各个大学 就是比如说医科大学 工业大学 化工大学 财经大学等等 就是按照这些专业科目而建立的 而不再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培养人的目标呢 是为了提供人才 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上的各个岗位来培养出人才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来提供这些人才 当时我们应该说是许多国家 或者地区在战后的重建当中 都采取了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有点偏极端的措施 这种计划经济是对长期的发展不利 但是呢 也确实帮助中国 从19200发展起来 而且当时的这种措施呢 也确实为中国各个行业 提供了人才 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恢复 在当时的院校调整当中呢 很多这些所有的教会大学都被拆分 另外也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 被取消 比如说圣约翰大学就被拆分 拆散了 并入上海的多所高校 比如说他的很多科目成为很多学校的这种 科系的这种基础 比如 世约翰大学被拆分的院系 并入到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华东政法 以及上海第二科大学等等 中国在当时经历了 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专业科目的培养 发展之后呢 一直到90年代才意识到 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整体素质的重要性 所以当时提出了文化素质教育 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 教育部批准了53所高校建立32个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这个也主要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科学素质 建立以素质教育为何系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但是呢 很多的这种培养模式 在培养模式上 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呢 还是以马列主义摩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以及这些方针来指导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真正在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学术字语上 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很多的这种通识教育呢 只是限于全校的通选课 并没有成为去培养学生的一些核心课程 而且除了专业课程之外呢 学生面对许多的通选课 学分这些负担呢 反而成了学生的一种增加学生的课外 负担成为一种累赘 但是呢 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一直在探索和尝试当中 而且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博雅教育模式的建立 后来在中国建立国成立之后 以及1952年的改革 高等教育改革之后 13所教会大学基本上全部从中国撤出 但是背后支持着13所教会大学的美国的一个机构 美国纽约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 他们依然还是想继续在亚洲 支持亚洲的教会大学 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所以呢 后来在他们考虑在台湾重新建一所教会大学 在1952年筹划1955年建立 在台湾的台中建立了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呢 他的当时的理念就是说 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而不是以前13所教会大学的一个复辟或者是 东海大学的建立的理念就是伯雅教育 他呢 这个东海大学的理念包括 就是说大学应该造就独特眼光 并能投入生活的人 并不是制造白领阶级的大学 而且学生对生活环境有不断的自我适应的能力 大学应该有民主观念 学生具备生活思想 课程呢 不是以技术性为导向 而是 专业于宽阔的格局 培养人格 避免严重的分科等等 而且 学校的培养模式呢 是全体师生住校 教职员必须 教职员必须跟学生一起生活 然后为学生提供最佳的生活条件 另外台湾还有一些其他的私立学校 也是采用伯雅教育的培养模式 比如说台湾的府人大学 就是以前49年之前在中国的府人大学 后来在台湾重建 台湾的东吴大学 中原大学等等 而且在台湾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当中 甚至台湾的职业教育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职业教育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专门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 他们里面也在强调全人教育通识教育 就是说除了技术课程之外 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 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能力 以及继续学习的能力 另外这个议题是在香港 香港的大学以前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 其实英国除了牛津剑桥这些传统大学之外 英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专业分的非常明显的 所以当时香港按照英国的模式 也是以培养特殊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主 那么后来香港在2012年的时候 进行了教育改革 香港的八所大学全部改成波亚教育模式 就是通识教育 讲院来的大学培训的三年时间延长到四年 就是说在学生在他的大学期间 有专门的一套波亚教育课程 所以的学制也延长了 而且具体体现在包括他用训练学生的终生学习能力 提高他们的全球认知 进一步感受 特别突出的是提到了进一步 培养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遗产的认识 而且他的跨学科能力 以及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应用能力等等 都有涉及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日本 日本也有一批波亚教育模式的学校 但是日本整个来说 在二战前 他的体系基本上是欧洲大陆学校大学的模式 特别是受德国的影响 专业教育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后来日本战后 日本受美国的经济的美国的扶持 所以受美国的波亚教育模式影响也比较深远 另外日本对波亚教育的理解上 还主要侧重于社会的文化 主流文化 就是说在明治维新之前 汉学就是说对中国的经典的学习 是当时日本武士或者武士阶层流行的文化 但是到后来 日本转变到学习西方 然后西方经典成为日本的主要文化 除了这些之外 日本对波亚教育的理解不是特别的清晰 表象在他们有几个大学 比如说国际基督教大学 东京国际大学等等 他们建立了教养学部 还有几个学校有特别的人文学院 但是整个来说 日本的大学里面 它的课程设置 没有美国那样广泛和多样性 最后讲到这里 我们也可以进行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讲了 波亚教育人的全人教育 对人的整体素质的培养 就是说教育不单单是停留在追求技术 或者是能力这样一个层次上 而是说实现人的真正的价值 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定位 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 可能对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学生 就是说我们的心态会比较淡定 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 也知道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而不是说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考试上 用提高考试成绩去满足别人的要求 我们更重要的是 从小培养一个兴趣 以及自己的人生志向 做好发展规划和长期的目标 另外关于名校申请 我们也可以认识到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申请名校 是因为他们的所重视的这个理念 以及他们的培养模式 我们看重的是他们培养人生的模式 而不单单是去里面待几年 然后后来拿着这样一个学位 就成为自己一个人生成功的阶梯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要成为 我们所想要成为的自己 就是不论你在哪里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模式和要求去发展 我们自然会符合名校的要求 甚至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名校 就是我们就说不一定去滕校 去另外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这样的发展 以及这样的人生志向 最后的人生都不会太差 也许就是说有的人是 在面对这种发展上 是比较急功近利的 就是说我更希望听到 就是别人分享经验 怎么能够卡进哈佛之类的 但是呢 我想就是说 让大家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一下 人生的价值 以及人的真正的成长 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去满足别人的要求 即便被即便去挤进去了 但是呢 到成长过程当中也会被刷出来 或者是说 你从那边出来之后 你的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自己的视野 人生的宽度 都有了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自然会达到这些明校的要求 比如说我个人 我也曾经拿到滕校的offer 但是我后来没有去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不论我在哪里发展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方向 以及人生价值 我所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不论我去不去滕校 我的人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整个 就是说这么分享呢 我是想说 我们首先明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 这样的教育 它对学生是怎样的要求 就比如说 我们申请这些滕校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对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你要有服务社会的精神 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因为这是人的发展 所必要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成绩呢 可能会反映人的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它不能完全的 不能完全反映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而且就是说 能力有时候 能力智商智力这些并不是最最重要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 有怎样的人生目标与方向 怎样去服务社会 这也是我想分享的 我会 mostrar 就是说 我们已经到复务社会 给我们当时的练校 解决就是 表现的 我们 由于